藝術家刷明月等於透過下次變成異地來進行相關的藝術創作 此處於受到邀請來到中亞的文中心 祖川進行創作 要透過時代勘早 了解到官電區消息的地境國毛山 並退出特典籃 透過驚頭 作為來看 外民中的這個小山頭 過去曾經比叫做國毛山 是官電地區的第一名地境 現在已經消息 退出吉術家蔡明月 運用在中亞的文中心祖川的時尊 以國寶山為主題進行了解下的創作 在南科 有一座考古人員系稱台積山 是附近建設堆疊出來的一座 甚至比 應該有三層樓 相當一個應該更高的山 那所以它是人為堆起來的 所以我偶然在一個考古報告裡知道國毛山 說是 既然是另外一個 剛好是相反 它是人為而被移除掉的 然後因為十大建設建高速公路填土之用 而被 全部被運走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趣 在你家附近如果有一座 有一座山 它被 要挖去做建設用 那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景 你在日常裡 在想像你家後面的那個小山就不見了 對 所以我最好奇的點是在這裡 然後加上這座山是有考古的身份的 遺址的身份 以及有很多的傳聞 對 所以大概是我這次選取這個主題的一開始的動機 因為現在國毛山已經消失 對它的外觀是缺乏的 對處結局和收集這條民眾的回憶和實力的方 以為它最為主題 創作出這個燈頭 又又提起來的電源 這一次的這個駐村起見 很多一些朋友或民眾的產域 去提供了我很多 去將這個型貌描繪出來 然後我把它收攏在一個搬椅箱 並且去堆疊出來一個大型的建物 也想像說 其實在高速公路搬椅過程 它其實是一箱箱的這樣被運走 所以我其實是用一個這樣的搬椅箱 這樣一個方式去重新堆疊出來 對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國毛山還剩下一個殘丘 在這次過程裡 我也發現說 它好像還留下來一個小土丘 那我們怎麼去想像這樣一個 好像似乎它現在被留下來沒有身份的東西 所以我也延續著過去在土丘上的一些想像 希望去延伸到國毛山 這個燈籃現在在中亞的民眾新的 紅爭一樣的冠來丁寸 金格丁欄分作三個部分 透過英雅最極限實體的作品 定現出金格國毛山不一樣的鳳毛 記者國毛衣摩導哭 採用不得 在他完全不申請 他不不得了 他不得了 他的母親